大家一起尋找途中的错别字 聪梦小花Yumi中游美 趁着中学最后一个暑假 去了台湾旅行 但刚才那张照片 天灯上的字 错字八出 短短四句 已经有四个错别字 被网民封为新一代文盲 Yumi除了唱得又跳得 校内成绩都很好 考到第一名毕业 但可惜放榜后 Yumi曾经说 对DSE的成绩不满意 似乎有点失手 现在看到Yumi的中文水平 网民都很惊讶和担心 说希望Yumi的语文能力 不会影响升学